大家好,我是坦皮树,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1月17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畏 还有胡怡静老师 这个周末有一则消息 也就是证监会正式发布 市值管理十四条 这个市值管理十四条 一下引起了这个网友 也就是金融消费者的热议 它这个十四条是什么呢 它把里面的 就是以前是征求意见版 正式版里面 把那个征求意见版里面 叫依规发布股价移动公告 就把这个删掉了 这一下让很多金融消费者非常高兴 以前很多股票只要短期内涨幅过大 比如两个暂停,三个暂停 那公司觉得出来要进行股价移动的公告 就是说我们公司最近没有什么异常 一切经营正常 没有需要公告而没公告的事项等等 就这个意思 甚至临时停牌 那这个肯定是不例如炒这个妖股 充足股,垃圾股的 因为这个妖股,充足股,垃圾股 这风就是雨啊 然后就一度飙升 这个时候啊 正式版里面 把这个依规发布股价移动公告 这句话去掉了 也就是说 那很多金融消费者他就认为 你不需要发布这个移动公告 那以后垃圾股炒起来 就不会有人阻止 所以很多人就很高兴啊 说下周一啊 这垃圾股就要重新起飞 腰股啊 要连板 对吧 来十个斩定板 结果啊 这些金融消费者啊 这些地方炒作的 这些赌徒啊 还没高兴半天 那边也来辟谣 说你嘛 误读了 没有的事 虽然这个正式版里 没这个字 但是啊 我们的意思是 市值管理十字条 仅是原则性提到市场 表现明显偏离时 董事会应该采取的措施 跟这个啊 证求一件稿里面的 不是一码事 根据啊 证券交易所善示规则 对这个股市 股价的异动 要进行披露 也就是这是两个事情 一个是依据 证券交易所善示规则 那是相当说是交易所的法律 而这个呢 什么市值管理十字条 对吧 那是另外一部 公司的一个要求 不能混为一堂 这个学习法律的人懂啊 咱们把它理解这 证券交易所善示规则 它是就相当说 咱们法律里面的宪法 对吧 市值管理十字条 这些都是在这个法律之下的 你干一切 你不能违背宪法 这么一说呢 恐怕大家就明白啥意思 证券交易所善示规则 是高于市值管理十字条的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啊 这些东西 王王绕啊 乱七八糟的 说白了啊 一 对监管来说 本来可以把这事说清楚的 但它就是含含吾吾的 让你去猜 解释权在我 对吧 只有这样 它这个监管呢 它干预 才会游人有余 对吧 一切解释权在我这 玩的就是不透明 玩的就是文字游戏 对吧 不有个笑话吗 对吧 你戴帽子也得挨揍 挨揍的原因是 你为什么要戴帽子 你不戴帽子也得挨揍 挨揍的原因是 你为什么不戴帽子 就这意思啊 反正解释权在我这 我哪一条都有法律 这是第一个啊 就是对监管来说 第二个 对这些金融消费者来说 还是一副赌头心态 还在想着炒这垃圾股 充足股股 一飞充天 大家还记得吧 去年年底 甚至今年 两千七百点的时候 这些金融消费者 天天破口大骂 这个监管 见死不救 对吧 不把这个停掉 不把做空机制停掉 不把那个停掉 对吧 一切啊 妨碍股市上涨的 都得收拾 把它停掉 得量化交易停掉 对吧 就是天天要 这个监管去干预 哎 等到现在啊 这个满天飞啊 垃圾满天飞的时候 这个监管一看 不行了 再不出手啊 又要出事 所以他一出手 现在这些金融消费者 也开始大骂啊 监管 对吧 这个干预市场 关于这个干预市场 咱们来看一看 原证监会副主席 他的一个说法 大家看视频 任何能够让人赚钱 转眼就能 对 乌鸡变凤凰 这种事 都不应该给证监管 部门 如果我们国家 还放弃不了这种 由政府来管 资源配置的这个权力的话 你也把它交给 别的部门去干 发改委也行 什么 你搞计划委员会也行 你搞一个军事委员会 谁都可以管 就是不能让证监会管 因为这就是等于 菜盘员和运动员一块 上场踢球 这不合适的 我在全国人大 当代表的时候 我每次我提提案 就说 建议证券法修改 开宗明义 第一条 国务院证券监管部门 没有调节市场的功能 不许对市场进行干预 美国的证监会 对市场有什么作用 你到美国去 不许一般投资者 美国证监会五个委员 相当于咱们的主席副主席 不要说这些委员 没人知道 美国证监会主席 你要问美国华尔街的人 90%的人都跟 谁知道 美国证监会主席谁 跟他没关系 这些人管的是一个不同的系统 只盯在旁边看着你 你在你这市场里 你怎么闹腾都行 别跃出来 跃出来我打你 这样绝大多数人就在里面 就完了 所以跟你没关系 我们的证监会 弄不弄 就一会儿要出个社论 一会儿出个谈话 一会儿要弄个这 一会儿弄个干什么 就是干预 就是希望 把市场放在一个可维护的 叫什么慢牛这个里面 平时没有你决定要慢牛 慢牛不慢牛 跟你整个国民经济有关 跟你证监会的职能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一块 作为市场 你不能做这么大的干预 你在别的方面干预 你比如说你证监市场上赚很多钱 干什么 你多收税 你拿着税去做二次分配 三次分配 可以 拿去扶贫也罢 你让那些 没有能力 在市场上赚钱的人 你给他什么样的好处 可以 提高大家的养老金 提高三线四线城市 整个养老状况 医疗状况 教育状况 这都非常好 你这个就是分配 你把这钱拿来 可是你在这市场里 你让他去赚 他赚的越多越好 你凭什么一会觉得他赚多了 一会觉得他 怕他赔了钱了 不高兴 这是不对的 我认为他讲的非常有道理 对吧 你说同样是证监会 美国的证监会 根本就不出名 也没人知道他是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干预 这些事情 他不管这些事情 对那些 违非作歹的 违反了这个规则的 他就加以处罚 就这么简单 只如你这个 美股涨 美股跌 对吧 这个人家根本就不操心 而且他是注册制 没有什么发声委 没什么审核 说你这公司啊 能不能上市 这跟他都没关系 你只要拿到市场上去 有人买 说你厉害 但是你不能撒谎 你不能骗人 你要撒谎 你要骗人 马上欠家断产 甚至要坐牢 就这么简单 对吧 只如你这个公司 符合不符合国家战略 是不是什么 高精尖 是不是什么 金能源 是不是芯片 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吧 你只是负责你这个东西 有没有金融消费者认可 对吧 你能不能卖得掉 那是你的事情 注册制嘛 有本事你就拿去卖 所以你看看 那个下周就回国的贾老板 他照样啊 对吧 讲个故事 法拉利未来 就在美国上市 没毛病啊 你想一想 在如果贾老板 现在在国内 你就是他那个 法拉利未来能上市吗 对吧 到现在的时候 造出一辆车 但人家在美国就能上市 美国人根本就不怕 对吧 有种 你就来骗 看看谁厉害 你看 反而人家管得好 对 不管 对吧 人家就是画个框框 你们玩 出了框 就揍你 你看咱们这个监管 那真是操碎了心啊 涨要管 跌又要管 报炒垃圾股要管 报炒新股要管 那怎么管 什么都要管 最后 人是越来越多 经费是花的越来越多 但是还是没关好 因为你越管 漏洞越多 寻租的还越多 根据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 驻中国纪检监察组 消息啊 证监会原发行监管部 副主任李小强被查 这个李小强在证监会 连续工作 长达20年之久 他最主要的职务是 证监会发行部部主任 证监会创业版 第一第二第三届 发生委委员 就说通俗的啊 就你这个公司 能不能上市 他说了算 现在被查了 是个蛀虫 你说说 他发了多少 不该发的股票 这个好查啊 我懒得查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他当发生委 同意的那些上市公司 一查 我估计他这么多年 就经过他手的200家吧 原来他是个蛀虫 你请了个蛀虫 在这把关 对吧 这个证监会原副主席说了 说乌鸡变凤凰 什么意思 这个在中国的这种审核制 你这公司 只要一拿到IPO 只要一IPO通过 你就是乌鸡变凤凰 钱就来了 这么大的利益 所以这证监会副主席说了 你千万不要把这事 交到证监会去做 对吧 证监会也不能 这个调节市场 不要让他去调节 证监会就像美国证监会呢 你市场展示 市场的事情 它只管规则 但是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就是学不了 明明有路有桥 它飞着整块石头 所以你看那个监管 是越来越忙 但是效果怎么样 大家都不满意 监管觉得自己还挺怨 操碎了心呢 但是现在啊 对监管的考验又来了 我在很久以前 村长删刃的时候啊 我就说过 村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因为每一个垃圾骨 每一个违规 每一个叫欺诈善事 违规减持 后面都有一个神仙 对吧 这个神仙穿透下去 哪一个都是村长动不了的 这不是开玩笑吗 然后你让村长去管 它也只能把那个 对吧 后面神仙背景 小一点的 然后这个 你这事情做的太过分了 对吧 不出理是不行的 所以只能搞这个啊 杀一杀 你比如说最近啊 上海电器 三月份呢 发了一笔 五十亿可交换债 当股价是四块八 一共是十点四亿股 然后这个上海电器股价 现在涨到十三块 最高十三块的高位后啊 这个十点四亿股 已经在高位出逃完毕 正好在最高点跑了 比大股东精准减值还厉害 三月份发的五十亿 对吧 一共是十点四亿股 交换债 好了 到了那个节点 它立马变成 按四块八 换成股票 完了 再十三块一抛掉 一下 净赚八块钱 一股啊 你说这都是谁干的事 问题是谁来买单呢 因为这是零和博弈啊 它一股八块 这么精准的拿走了 留下来谁买单 对吧 这个是公然啊 跟你现在的监管 在对抗 还有一个叫引力传媒 三年不分红 按照现在的这个 证监会规定啊 你三年不分红 大股东不能减值 结果这个引力传媒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腰股 居然连创新高 股价 这大股东心里痒痒 受不了了 大股东都莫名其妙 这股价长这样 因为他三年没分红 所以他不能减值 你说这个不白瞎了吗 所以这个大股东啊 挤着像肉锅上的蚂蚁啊 倒嘴的肉吃不了 不过不要紧 大股东一生气啊 把自己的股票 进行了协议转让 这我的股份我不要 我协议中 不在二级市场卖 我把我的股份呢 我转给另外一个公司 协议转让 我不在二级市场减值 但是协议受伤方呢 他六个月以后 可以在二级市场减值 这个就符合了 证监会的规定 你看看对吧 大股东我没减值啊 对吧 这里面你说多大的漏洞啊 已经上市的公司 融资发债增发 这里面对吧 这个还是有很大漏洞 你看上海电器 一次发债五十亿 你说这个融走多少钱呢 完了他转股 在最高价转走 然后套现 你说这个 耗走多少羊毛 割多少韭菜 实际上啊 已经上市的公司 每年再融资 无论是发债还是增发 一共啊 1.8万亿 实际上这个数非常大 这1.8万亿就是从这个 咱们资本市场这个尺子里面 玩出抽水 这就是为什么说 咱们的市场 比零核游戏 还要差 叫负核游戏 它是负的 引力传媒 你看绕道减持 这个还是不错的啊 他没玩司法查封就不错了 那边他可以跟别人处 按剧本呢 设计一个诉讼 然后自己的股票被对方查封 然后他没钱支付 对方强制执行 把他股票抛掉 现在都可以这么玩剧本呢 来减持啊 通过法院的时候 强制执行 法院大家知道啊 法院比证经会要大啊 你证经会 那是什么减持规定 那是部门规定啊 那不是国家法律啊 是你部门的规定啊 对不对 人家法院执行的是国家的法律 所以你看啊 这个 这胡适就这样 你说不管吧 他也不行 又广不明白 所以这30年啊 就是在3000年来回晃荡 我们再看啊 这个2024年11月17号 国务院参事 尹中立 他的媒体说 他发文章啊 他说股市波动高的罪魁祸首 是机构而不是散户 每当市场形成下跌趋势 机构投资者往往成为杀跌的最重要力量 这个国务院参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研究员 尹中立 发文称啊 有人认为 A股市场 散户投资者占比过高 投资 导致投资者 羊群效应过强 从而导致市场波动过大 我就这么认为呢 我认为这个 咱们胡适 最大的问题之一 就是散户过多 就是个散户化的市场 但是散户化的市场 最大的危害 不是说波动过高 而是叫炒作成风 散户过多的市场 它不是个理性的价值投资市场 它是一个叫非理性的 它谈不上任何价值投资 咱们老拿着开玩笑的 就是那边特朗普远行一毫 这边穿大直升就暂停 那边特朗普险情一差 这边穿大直升就跌停 你说这叫什么事 对吧 就是这样的例子 比比皆是 他完全是无厘头啊 跟什么价值投资 有一毛钱关于吗 哪个机构会这么干呢 都是散户在游资的 只能轰托下 还有那些腰股 这个引中力 因此提高以公募基金 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比例 就可以减少股市的波动 但该观点 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 相反 已经有很多实证的研究结果表明 证券投资基金的推出 没有起到稳定和降低 股市波动的作用 散户投资者占比过高 不是股市波动率高的原因 从投资者行为特点看 散户投资固然存在羊群效应 但散户投资行为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特点 他们缺乏止损习惯 通俗的说 赔钱不卖 他这个说的倒是对的 就是散户不愿意割肉 这就是胡锡进老师 就是典型的散户思维 对吧 我不卖你怎么割啊 我这样一赔钱 我就不动 我不卖 非得涨了再卖 这个引中力认为 他这是散户的一个特点 是优点的 一旦股价低于成本价 散户是不会抛售的 就不会割肉 因此散户投资是股票市场稳定的 最重要力量 相反 机构投资者习惯于止损操作 每当市场形成下跌趋势 机构投资者往往 成为杀跌的最重要力量 有人说 股市的顶部 是基金买出来的 股市的底部 是基金卖出来的 是有道理的 因此 股市波动率过高的最悔祸首 是机构 而不是散户 这个专家有可能是自己买了股票被套了 而且套得非常严重 他这是典型的没有抓住本质 本质是咱们的机构已经完全散户化 这个我想大家都听说过 咱们现在机构已经散户化 股市这么波动 问题不在机构 就是这个机构 它不合格 怎么叫不合格呢 对吧 这些基金 首先 它是真正的为基民服务吗 为基民负责吗 它不是的 它是故意的去接那些 已经炒高的股票 替别人占杆 然后他个人拿好处 然后基金呢 他拿管理费 只有那个 你管理的基金那个市值 多水 机民损失巨大 跟人家没有一点关系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 2022年 2023年 公募基金 损失两万亿 但是这些基金经理 一个个的 工资拿多少 损失机民 他们不仅是 操作散户化 而且它还有各种 贪污腐败在里面 这个基金 为什么会散户化呢 很简单 也是被这个市场教育的 它没有办法做一个长线 叫稳定的投资 对吧 他们也学会了 就落袋为安 稍微赚了 它赶紧跑 然后基金抱团 对吧 比如这个圈商 或者这个机构 发的基金 新基金 它接它老基金 对吧 基金抱团 它是不会接别人的基金的 所以说每个基金啊 都有自己的这么板块 对吧 这基金的问题 还有很多啊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 比如说啊 这基金 它为了扩大规模 因为基金的盈利 是跟它管理的市值有关系 管理的越多 它收的管理费 那它就 它不是靠 说我把他钱 把基金买了某个产品之后啊 诶 它这个市值翻倍 那我管得更多 那是不是收益越多越多啊 它不是这么扩张 这么扩张 不靠谱啊 所以它的扩张是什么呢 是靠卖 发行的规模越多 对吧 那不就管得越多吗 那管得越多 我的这个管理费就越多 那我怎么发得多呢 那叫广告效应 所以它就要打造这个明星基金经理 对吧 收益率多好 对吧 这个基金经理 年化收益40% 甚至翻倍 你看看 所以在它的光环之下 这个基金公司发行的基金规模 就越来越大 每个基金公司都这么干啊 每一个基金公司都有明星基金经理 都这么包装出来的 怎么包装啊 你想看数据是吧 没毛病啊 对吧 那整个基金公司就打造这一个人 拿基金产品去买他的 这个基金产品 对吧 把他什么医药板块 或者那个板块 那个领域的基金 所以持的股票都买上去 它收益当然好看 所以这个国务院参事 引中力啊 很有可能是自己啊 买了些股票 被套 套得很严重 恐怕也是在炒这个腰股 追涨停 被套严重啊 这个基金又分主动型 被动型 那你说什么叫主动型 主动型可不就是比较灵活吗 涨多了他要减仓 跌多了他要加仓 对吧 主动出击 换股 都有可能啊 这叫主动型吗 所以说啊 这个胡适为什么走不好 对吧 他的基本面很难有变化 他基本面没有变化 他怎么可能走得好 但是啊 这个美银策略师啊 哎 他有建议 美银看好中国股票 建议在特朗普就职前 买入中国和欧洲股票 这个美国银行策略师表示 进入明年前 投资者应开始向 美国以外的股市 投入更多资金 因为货币和财政政策会 更具支持性 在宣示就职日之前 买入国际股票 尤其是中国欧洲 这个哈尔特 所牵头的团队 在美洲资金流 报告中写道 他们表示 由于预计特朗普 在明年1月20日后 成为美国总统 会提高关税 欧洲央行 讲大局 我个人感觉 这个美银的策略师 他是高级黑 估计是被他的客户 天天问他 中国的股票能不能买 中国的股票现在很便宜 问烦了 所以赶紧 特朗普就职之前 就买中国的股票 这不是高级黑吗 这不是给人挖坑吗 特朗普就职之前买 你说特朗普一上台 他还有好多 你搞不清楚的这个措施 你看他那个联邦政府的主要成员 那一个比一个硬 一个比一个难对付 都不是善茬 居然他建议特朗普上台之前 赶紧买 买完之后 特朗普一上台 好来个暴跌是吗 让你知道什么叫踩坑 关于这个夹头被禁言 这个恐怕已经是事实了 禁言的原因 大家都在猜测 禁言多长时间也在猜测 总之他已经有 仅仅半个月 没有更新他的社交媒体了 我通过今天的这个新闻呢 我大概其推测到了 这个加特老师 为什么被禁言 也就是说 加特老师 他有一段时间 没有恶劣的攻击这个民营经济 也没有恶劣的攻击联想 他甚至啊 他不是最近一段时间 他被禁言之前呢 他大肆的歌唱 歌颂改革开放民营经济 虽然一定晚啊 但是他也没有在疯狂的攻击啊 他现在反而还歌颂 但是就这样 他依然被禁言 某种程度上 是不是说明跟这个民营经济关系不大 如果要 因为这个禁言 他应该在去年 最疯狂的时候 给他禁掉 对吧 他攻击民营经济的高峰 也在去年 赤裸裸的攻击 人们民营经济 啥也解决不了 一切贡献都是国企做的 然后就疯狂攻击联想 最近啊 你看新闻 你发现了 老师恐怕出事啊 就出事在无脑反美上 因为我们现在风向要变 不能在无脑反美 不能一切责任都是美的了 我在昨天节目介绍了 中国的特使 对吧 对美国人说 那原话大家自己去看 就像要保护母亲和一样 保护中美关系 中国不会挑战美国 这什么意思啊 今天在这个G20峰会吧 总之两国的首脑见面 咱们是再一次表达了 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你去看那个表态 这个是发生了一个背景之下 这个背景就是 特朗普要上台 然后特朗普现在 进选之前 他放的话就是 要联俄至终 这个大国就支愣起来了 肯定是发现这个形势不对 真正的危险来了 在美国无异于 跟你对抗翻脸的时候 你骂他不要紧 对吧 你一切责任都是美帝 也不要紧 但是啊 一旦是玩真的 有可能翻脸 有可能翻船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骂 对吧 尤其民间 你再瞎骂 骂出事 这个民族主义抬头 这就麻烦了 没有回旋的余地 所以这个时候啊 就是看门的狗啊 少叫两声 就是以前人家 在你家门口过啊 他没打算对你家打主意啊 所以你们家的狗乱叫 人家也拦着大力 这回人家本来说 过来找点事 特朗普就是说 我过来打算找点事 碰一碰 结果你这狗 他还上去乱叫 那不叫出事吗 所以这狗得 把他勒住 得一脚踢到笼子里 给他戴上这个嘴套 戴上绝子 那家德老师不信 就戴上了这个绝子 把他禁言了 大概其实是这样子的 不关家德老师 连胡锡进老师也这样 胡锡进老师今天啊 发了一个关注中美关系的 那说的也是相当委婉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胡锡进老师说 就是我们要自信 我们绝对不怕别人 我们也不怕美国打压 他打压 他打压不过我们 但是我们不要跟他争来 就这意思啊 尽量避免跟他玩真的 美帝对我们的打压 是因为我们太厉害了 非常罕见的啊 没有给美帝划红线 胡锡进老师 以前不是经常划红线吗 动不能给美帝划一条红线 过了红线就要揍你 现在不划了 这就是风向变了 一旦啊 大国跟美国关系破裂 那又是放家头的时候 不仅放家头 还得给家头打一阵 让家头更加亢奋呢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